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说的这些新闻我想您一定在第一时间就关注到了吧 因为网上很多沸沸扬扬子 好关注 这件事情啊我一看到心里头就有两个问题 一 王林这个人何许人也 第二呢就是马云这群人为什么要去拜访这位这样一位所谓的气功大师 王林就是一个江湖上已经从事这类表演这类活动很多年的那么一个算上大师了小师 但是因为有马林什么这样赵薇这样一些人的这种推荐 他有可能成长为大师 但是成长为大师还是需要条件的 眼下他还不是 至于第二个问题马云为什么要去马云自己有个解答 他有个回答你看了吗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 他这么说的 人类很容易以自己有限的科学知识来自以为是的判断世界 要永保好奇 如果是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不错 这话不能说错 第一科学知识的确是有限的 第二用有限的科学知识来判断世界的确是不够的 第三科学是要发展的 但是我们要补充一个第四 那就是有人以科学有限为借口 用鬼神迷信王母娘娘生仙菩萨等 这种巫术的思维来替代科学思维 以这种巫术的表演来替代科学实验 也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马云 假如马云坐在我对面的话 马云是不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 马云是个成熟的企业家 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是一个在中国互联网界 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那样一个人 阿里巴巴他去年已经搞得了一万亿 这样的规模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才界英雄 所以福布斯封面第一个把马云 作为这个封面人物 中国企业家第一个上福布斯封面的人物 这是有道理的 马云从1997年才开始出道 原来就是个大学老师 他的确创造了一个时代 或者说时代创造了马云 连我们今天那种高性能的计算 那种新的名词都叫云计算 所以马云他自己感觉是非常好的 马云也是极端聪明 他抓住了机会 他自己极端聪明 他对很多事情有超强的判断力 有敏锐的直觉都是对的 但是非常遗憾 马云在对待神秘现象方面 我觉得他可能判断上或者理解上 有那么一点问题 但并不等于他表达有问题 马云表达是极其流畅的 马云说保持对未知探索 保持欣喜保持好奇 即便都是魔术和骗术 那挑战背后的奥秘也是充满了乐趣 也想去看一看 这是他的回答 应当说这个回答是不错的 马云如果不去做企业经营 他去做新闻评论 做发言人 做一个媒体人物 我觉得他是个很称职的 因为这话里面充满了技巧 但是所有的话毕竟都是话 话到后边 马云的行动才是问题的真意 马云的行动是什么呢 马云的行动是 他对王林这样低级的拙劣的 人是什么言心张宏宝之类 大师都不屑于表演的 这种低级粗俗形式的江湖迷信 依然充满了乐趣 说明马云对这个问题的鉴别能力不高 第二 马云不但对王林这样的事充满乐趣 而且马云对 原来我曾经在你们凯封网一期节目当中 专门谈到的礼仪道长 这样的明晃晃的赤裸裸的真真正正的骗子 也缺少辨识能力 他曾经跑到金云山去拜李一道长 李一道长说那是我的徒弟 马云没有更正说自己是不是徒弟 但马云到李一道长那地方去学道是真的 李一道长懂什么道呢 李一道长只懂得骗 所以马云在对待这类神秘现象的方面 他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兴趣与好奇 以及他作为公众人物 他在引领社会风潮方面 所起的这样一种有点怪的这么一种作用 是我们不得不对马云 他那些委婉的婉转的甚至完美的说法 不能不打一个问号李马云 可能脑子对这个问题确实确实判断力 果不其然 他在最完美的语言表示当中 他依然流露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确实脑子认识不清楚的 比方说他这次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 有一句大家认为太经典的话 我恰恰认为有毛病 他说 沉勉于信仰 缺失信仰 都是明信 这话听起来很哲理 其实这事很 偏尔汤话 没什么哲理 沉勉于信仰 我没有信仰 都是迷信 我没有信仰 怎么叫迷信呢 我没有信仰 我是无神论者 这怎么能叫迷信呢 这就是一个逻辑错误 沉勉于信仰 你可以说他迷信 但是我没有信仰 怎么叫迷信呢 但是马云并不是这个说法的直接的发明人 因为在中国今天的知识界盛行一种貌似深刻的理论 这种理论就是说中国不是悲剧很多吗 中国不是很不幸很多吗 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他们把中国今天社会在转轨变形当中的种种的不幸 负面 比方说贪账王法 比方说这个掺杂施甲 比方说餐桌不安全 比方社会上大街上发生的老太太倒了 没人敢赴等等这种事情 统统归之于 中国人没有信仰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深刻 但其实这话完全不符合事实 因为这话后面跟着 有一种你知道 像基督教的家庭教会 有个叫远呢 就是耳刀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远 越南人姓这个姓比较多 远牧师 他就讲说中国5000年来充满了悲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信上帝啊 原本中国文化是 上帝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 所以你才有今天这样的悲剧 讲起来貌似深刻 自己站到道德高地 信上帝社会就完美了 我们5000年的文化 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很丰富 很完美 我们不需要你这个东西 所以马云呢 貌似深刻的说法 其实也不过是实 人家 杨教主的一个衙会而已 是貌似深刻的肤浅的见解 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 马云及此 就靠这个东西 来为自己去看那些 小诗的表演 做辩护 这种辩护非但无力 而且暴露了马云的这个问题 认识上不清楚 我认识马云的 见过面的 吃过饭的 聊过天的 你知道马云向我请教些什么问题吗 请教什么问题 因为我过去多少年来 在江湖上 我灭了那么多大师 拆穿了那么多骗局 马云确实对这类问题感兴趣 他不是说斯马南 你揭穿那个事我支持 他说 哎呀斯马你说那 都是假的 有没有真的 当时在场还有王石 我用我和马云打交道的 直接经验告诉你 这我是第一次跟媒体说 马云在这个问题上 的的确确 是脑子不清楚 而且对这些呢 表现出超常的好奇之心 缺少理性思维 这种好奇心是缺乏理性思维的 不是 如果说一个平常人的 他对这事 只有好奇心 而没有科学分析 那正常 但是马云什么人 马云公众人 马云财富英雄 马云是多少年轻人的偶像 马云一言一行 一挤一动 能够引发社会 对他的特别关注 马云对这问题 有这样肤浅的认识 那我说他肤浅过分吗 马云在是媒体 对他有这么多的批评之后 马云还在用 貌似折利的语言 来给自己打圆场 这是用 一种不承认的态度 来为自己幼稚的行为 做辩解 马云必须谨慎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你对李一和对王林 这样的骗子的追捧 引发了一些年轻人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是误导 起到了很不好的 这绝不是功劳 绝不是值得夸耀的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 现在的媒体 对马云这个行为 也有很多报道 我发现媒体的态度 还是比较理性的 很多媒体上都对这个事情 是这样评价的 说马云 赵薇 李连杰 这次拜访 颇具娱乐精神 这什么事都可以说娱乐精神 斯诺登那样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说 娱乐精神 美国全球追杀斯诺登 我们也可以说娱乐精神 斯诺登披露了 美国在窃取中国的情报 在真听全世界 包括真亲朋友的问题上 下最大的气力 这样的丑闻 也是娱乐精神 我们今天的媒体 已经没有什么道德底界 他们把一切都说成是娱乐 但是娱乐之后 细细的想一想 笑得起来吗 真的都是娱乐吗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娱乐 我倒觉得也不错 但这种娱乐 也是一种反差 一种对比 我对我们今天媒体 从娱乐角度 做一切的这种做法 我向来不屑 我不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拿来娱乐 娱乐精神不是说把一切都解构 使之残酷 使之血腥 使之质感 荡然无存 有的时候是关 关乎性命的呀 关乎国家根本的 关乎生存的 那怎么叫娱乐呢 马云这事同样不是娱乐 马云这事怎么能叫娱乐呢 你马云可以当个乐 但是对那些年轻的孩子的那引导来说 这不是个乐 这可能是个悲剧 对于那些崇拜马云的人 对啊 这可能是个悲剧啊 其实这个事情我一直有点最好奇的是什么 就是 王林据说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道了 二十多年之后 他的那些骗术其实早已经被证明了 都是彻头彻尾的把戏 为什么现在依然能够吸引这么多名人去拜访 这是个老问题 也是个新问题 老问题就是老有人问 新问题就是刚刚又发生一件事 一个骗子 他能够不沉下去 从主观方面来说 靠他自己不断的努力 靠他能够呢脸皮厚 靠他能够不断的守法翻新 靠他能够不断抓住周围的人性的弱点 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也依靠别人心理上对这种神秘现象有某种需求 所以像王林这样的事情 在多少年前 在人家严西啊张红宝啊 那样一些大师横行天下的时候 王林在边边角角 拿个空盆啊 表演玩蛇的魔术 弄一张纸 上边占个人滴了两桶水 都挺粗陋的 都挺傻的表演 我觉得今天中学生都可以拆货这种表演 但是这么专业的骗术 还有人不断去信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啊 再愚蠢的人 总有比他更愚蠢的人 去崇拜他 总是有这样 这是一句西方的格言 说这个人愚蠢 但是再愚蠢的人 总有比他更愚蠢的人崇拜他 也说明 骗子遇到傻子 这种悲剧是不会绝技的 那我有个疑问 就是他当时出道的时候 其实您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当时您有注意到这个人吗 当时我知道这个人 但是零零星星一闪而过 因为那是一个大师 大师层出不穷的年代 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 大师太多了 表示我在北京 我主要揭穿一些 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师 他都排不上号 就连那个张宏 这个 这个 李洪志 当年他也不入我的发言 他后来说 我不揭露李洪志 李洪志说我不揭露他 不是我不揭露他 我不知道他呀 我那时候呢 这个揭穿的对象 比方说我第一本书揭穿的 主要是张宏宝 后来我揭穿主要是 张湘玉 严心 沈昌 等等 这样一些大师 后来我一本书是 专门揭露胡安林 像王林这种 小妖小道 以功代干 不入序列的这种大师 你看不着他 他在南方某省 一个角落里抓蛇丸 这表演 你跟严心张宏宝 他们这样的一些 国家级的大师的表演 实在差的太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把王林 作为一个演技对象 我看了一眼 就是马云当作神奇的表演 所看的这些玩意儿 我都觉得太原始了 太粗陋了 太不精致了 也太不谨慎了 拿根筷子也吹断了 那明明是半截 半截藏在那 把那根整的扔的 别人都看出来了 不懂魔术的方说子 都看出来了 我们现在说 这个王林的这种表演 我都觉得 各代自有才人出 那各领风骚没几年 这个王林这样的人 他肯定是一闪而过 就像李一跳出来 跳就是死 如果南方人物周刊 不报道李一道长的话 李一还在静云山当道长 还冒充中国道教 还当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副会长 但是南方人物周刊 把他一宣传 就像火柴 咔一亮 人们眼前一亮 接下来 火柴怎么 灭了 燃尽了 所以 现在 马云啊 马云 也是害了 人家王林 所以 马云害王林 莫甚于此 所以 这次呢 他本来在小地方 还可以混下去 还可以冒充特异功能 还可以非法行医 给人治病 然后收点小钱 现在因为 你马云 把他的故事一曝光 这个人 擦一根火柴 眼看着 耀眼耀眼耀眼 是吧 框量越来越小 在接下来怎么样 黑了 其实我看到 网上有关这个王林 他的表演 真的是 连基本的观赏性都不具备 特别残忍 他有个表演 就是 把他盆中取出来的蛇 斩成两段 然后再接在一起 这是 怎么会有人 愿意看这样残忍的表演 江湖的片术表演当中 残忍 残酷 利用人们的不忍之心来表演 这是 一种特色 特色 一种特色 因为靠残忍 才能剥取别人的同情心 我的残忍是 蹂躏你的同情心 比方说 一个女孩 十来岁 楚楚动人 很可怜的样子 说我妈生病 没有钱 我爸就给大家表演 然后你大爷大爷赚点钱 然后一个大汉 被这女孩称说爸的人 然后爸把这孩子绑子就卸下来了 这绑子就低着当浪 这脱臼了 人没知道脱臼 然后呢 孩子 那你要疼死了 你们能不能给点钱 那我救救我妈 那周围的好多人没经过这阵势 一看 这又给钱 赶紧走了 你知道吗 他每天都表演脱臼 习惯性脱臼 当然 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是买来的 买来这个孩子 利用呢 他这种习惯性脱臼 不是原来就脱臼 而是第一次极其残忍让他脱臼 而后呢 赚取你的同情心 利用你的眼泪 输送你的金钱 然后他变成这样 在北京地铁里 行起的 你没见全是那样了 极其痛苦 残肢给你看 烧毁的脸给你看 啪的地方 勾搂着穿着破烂的衣裳 就是利用你的同情心来赚钱 这种江湖表演骗兽之所以可恶 他利用你的同情心来赚钱 但是当这种同情心 一点一点被榨取干净的时候 路人就会表现得更加麻木 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人和人之间 冷酷无情 对不对 王林这种表演是小魔术 这种小魔术如果对专业的魔术演员来说 根本就不屑 但是王林在小地方 小魔术就能够骗过人 这很多人呢 致使很多人上当受骗 但是王林大概也不知道 哪天烧过一炷高香 事是可以不屑一顾的 但是呢因为马云的介入 小燕子的介入呢 支持大家把它变成了我们一个新闻热点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认为就有必要呢 郑重其事的对这件事情了 我发了两条微博 一条微博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一条微博呢 我是讲了 既然你说中央首长 国家元首亲自看你表演 既然你声称你不是魔术 而是特异功能 既然有马云等人呢 大力举荐 既然你敢非法行医 以此来给人治病 那好我们不得不做一场短兵相接的科学验证 所以我现在以司马南的名义 邀请阁下到北京来 请阁下到北京来 在严格科学实验的条件下 来表演你的任何一项特异功能 多少年前我有一项悬赏 这个悬赏 悬赏额是一千万元人民币 如果你的表演证明不是魔术 是特异功能 那好你将得到一千万人民币的奖励 你过去王林会不会来 我觉得他应该不敢来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来 他可以来 因为反正是一场闹剧 您刚才对这位王林的邀请 我想通过网络的传播 可能他自己也会知道 但是究竟他会不会来北京 会您进行这样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呢 大家也不得而知 不过要是真有这样一场 针锋相对的科学与伪科学 与所谓的气功大师特异功能之间的较量 我想广大网友一定是喜闻乐见的 他这样 他来的可能会 首先会很好看 如果愿意的话 那好 我把我中国魔术艺术家务员会那些 委员们都请来 把我那魔术界的朋友请来 我相信第一关他就过不了 我想还可以再把马云和赵薇一起请 好建议 一定要请马云和赵薇一块到这 然后把肯定过 所谓王林是特异功能的那些 国家的领导人 国外援手都请来 我估计那时候就请不来了 没人愿意来 当然如果他们来更好 如果你是特异功能 需要接受科学的检验那就在严格科学实验条件下进行 最简单吧 比方说表演同盆里边凭空变成一条蛇来 那对不起 您就不能在你们家的房子里边 在你经常表演的场合 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都是东西 对不对 用你那个盆 你得静身 你得接受我们科学检验的程序 你得用我们的盆 你得进入我们的表演场合 你得在摄影机几个角度的监控之下 你要变出我们指定的蛇来 你可以先变你熟悉的蛇 然后接下来你要变出我们指定的蛇来 那我们很可能指定的蛇 只剩下在非洲的某一个角落里 变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 那打死他变不出来了 这样的话 蛇也可以活得轻松一点 不再被他捏来捏去 所以这听起来像是个笑话 听起来和一人入胜 我希望有人把这一种事 写成报告文学 甚至拍成电影 还有娱乐效应 但是在娱乐当中 大家不要一味的娱乐下去 而要严肃的思考 为什么要强调科教新国 为什么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 这种东西 发来承载 只能使社会增加负能量 而不会使社会增加正能量 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 起码的科学精神 这样才能够 大家一块抱团 本好日子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那么我想 如果真的他接受您的邀请 来到北京的话 或许真有 我邀请你们网站来做现场直播 好 谢谢您的邀请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精彩无限 尽在砍封 我们下期再见